不得有意思 嗨 现在收听的是不得有意思 我是莱金先生 这个自己的吃的菜 这个说得容易做得很困难 今天现场好问的是一个 我目前好问过 最年轻 最新鲜的一个 农夫23岁 陈德毅 德毅你好 郑贤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德毅 德毅 你先跟大家说 你23岁 你是几岁开始做事的 政产 我10岁回到国小 国小的时候我都对阿公去参与 去参与政产 去参与 这样哦 是 家里是家里有产生吗 家里就是家庭 家庭就是我们以前 其实我们30几年前 我们家是宝庭 宝庭 宝庭后就是 宝庭没做后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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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后 就要近这10年来 我来进这参与政产 哦 虽然说一堆土地也是一直在转型 对对对 一定要转型 比较我参与 这样哦 是 像说你也算这样 小孩就说 应该是跟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这样 去参与 是啊是啊 那你是怎样 你是几岁开始就是做你自己的餐 我从高中比较了18岁 我就回来参丁 回来参与自己的政策 阿爸跟我教导 哦 这样哦 是是是 阿爸跟你教导 阿爸没有跟你说 哇 这做事也很累 你怎么要再想一想 他他很高兴 我来做的 把这个 我们台湾的農研 可以把它进步 因为这是 他的希望很大 他的市场也很大 哦 要靠这些年轻人 下去转变 不过说年轻人 就是说政材 跟比较大一部的政材 是什么没想像 没想像就是 我们年轻人他会 会改变他就是 他不会就是 像那样 比较多的老人 他们经营就是 市企营就是 想说政权的 我们就做了 做了整个就是 来高大半 给他们去销售 嗯嗯嗯嗯 中间的差价就差过了 所以做农民很辛苦 他们根本 探不过 整身经一直走 嗯嗯嗯嗯 所以说较大了 就是 他那个 生理的方式 更固定 是啊是啊 就是已经做了 高大半去买 是 啊你呢 我就是 我就是哦 我想要 这个 我的 给我的 的 生理 导品 介绍 Legends 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嗯哼 啊你生理是什么 我生理 我这里是牛番茄 还有四季豆 哦 玉尾 哦是的 品来 四季豆 啊 是 啊你 怎么介绍 让大家知道 像我是 你不介绍 我就知道 为什么 这是牛番茄 哈哈哈 你怎么介绍 牛番茄是一个营养分很高的蔬菜 它是蔬菜还是水果 对 我们的做法就是无毒 我们采用无毒的做法下去种植 我们有盖温室 它就是温室 它连吃到某些都配不住 你想看它是一样的糖 它没糖我们都不用剥農油 我们農油就是要减酒 这样吃着也健康 也安心 是 所以你会跟大家说你整个种植柠檬的过程就对了 是 那是四季豆呢 四季豆 四季豆就是我们冬天 我们冬天就是都会种这个四季豆 还有灰连刀 法国大甲的你知道吗 哦灰连刀哦 是是是 这不是那一个柠檬里面整个柠檬 对啊像月亮这样很大 嗯嗯 那我知道 啊那个要放农油吗 对啊 那其实哦 如果投入文字 它其实不用参童油 因为冬天 冬天地糖也会更少 嗯 它没有夏天 那udipe夏天 它的糖 它会泛滥 那 none 是 所以说 德役你 hundreds 说 照顧,然後我每天都記錄到我的網路頭上 讓大家看到我怎樣做,怎樣去做這些菜 讓他們有辦法相信 家裡的人,像我們家以前做這個 家裡像爸爸,對你會心的方式有什麼看法? 家裡覺得這樣很好,可以幫自己的產品 直接送給社會者,社會者也開心 因為他吃到很安全的東西 所以你一開始就很順 家裡還支持,爸爸又幫你教 你還會送往去推銷 都是一步一步好過的 都沒有做到什麼問題嗎? 有喔,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那還有什麼大問題? 一開始回家裡做的時候 不會過,然後又沒有設備 那種經常都用糖吃到 吃到整種都已經沒收了 不就是整種死了 番茄已經大了,可以採收了 一、兩、三顆,不就是整種都沒收了 對啊,對啊,對啊 人家還沒吃到糖,先吃掉嗎? 對啊,都沒有了 你也造福眾生 我一直想辦法想說 不要讓他不要用糖吃 還有不要用農油 可以讓我們的消費者 因為這個事案的問題很嚴重 對 我就是把餐廳先用的網子 用網子去把我做的菜蓋著 蓋著之後我想說 欸,這樣效果很好耶 它糖都不會去吃 因為原本找不到油的味道 好吃 再來我用面積大 我就是要想辦法 要設備 設備就是溫室 要蓋溫室 是 這樣喔 你說你這樣算做 做看做多看? 我這樣附近有三分大 三分大 你幾個人做? 我跟爸爸有兩個人 這個家族事業 你現在自己改良之後 就真的可以兼用這些農藥 這也比較不會菜去吃 對 都好 產品都好 是說你還要自己煮 說起來你還要自己賣 因為你不夠大半 對吧 是 你現在好不容易學會怎麼煮 你自己賣後怎樣 我自己賣 其實跟消費者這樣 近距離這樣 我們直接跟他在接觸 因為我的東西有新鮮 所以他們吃起來他們覺得很好吃 我也很用心去顧外的素材和追顧 所以他們吃起來 他們讓他們吃起來吃起來都說好吃 這樣 所以說像你煮這樣五年 回去做菜 你這五年你感覺 你當初要回去做菜 你覺得整個決定 跟你的想像有差不多 不一樣 肉差很大 很大 很大嗎 是啊 很大 很大 很大就是用農業這個問題 是啊 因為如果沒有用農業是很困難的 不過也是 我們如果有心也是我都好做 凡事起頭難 我們也是慢慢來 這樣齁 所以說現在還有一個年輕人的高中比喻 他就說 抱歉我沒有去讀大學 而且現在大家幾乎都有讀大學 說我要來政產 你也會說好嗎 好 回來 因為台灣真的缺少年輕人 缺少年輕人 要往你回家鄉 打拼自己農業 嗯 嗯 請問一下 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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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開始 前幾年前兩三年會比較不好一點 一定會比較不好一點 但是 你如果是 屋檐下站久了 就是 就是你的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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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媽媽去經營 這是要需要割的時間 嗯 嗯 如果是屋檐下站久 你這是 殘兵啊站久的你的 啊 不過 得意因為你這個餐是家的 有的年輕人他是不是要做 是 對啊 啊做做考考還可以生活嗎 可以可以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這樣嗎 是每天都吃芥末配四季豆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是要用芥末跟四季豆去跟人 去跟消費者 我們換錢 換錢 換錢買米啦 買菜啦 買魚買肉啦 這樣喔 是啊 實際上說一個年輕人 還要找一個伴侶 不一定是他們爸爸 是 如果跟你一樣做三分堆 是 他一個月這樣賺五萬塊 一個月賺五萬塊 嗯 因為這 你如果說他都交大盤 大盤去處理 嗯 他給菜山 給三人去處理 嗯 嗯 比較不穩定 不穩定 嗯 因為他起起伏伏 啊 他自己一樣很有主權 要自己買 自己買一定有的 好 嗯 啊這樣你收你也不錯啊 嗯 灰灰了啦 灰灰了喔 是啊 沒關係啦 我們那個國水球沒在聽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來 現場好問的是 這個陳德毅先生 23歲 年輕人在做什麼歲 回去自己的家鄉 你是在這個 梅山對不對 是 是 水峰 是 在政產 我們這裡叫做生毛手 生毛手是一個地名嗎 是 我們這裡的地名 生毛真的是生毛的手 欸 那手有生毛這樣嗎 欸 這就是以前 我們這裡就是 我們這裡十七岩比較高 他的手上 我們這裡還有大毛 我們這裡有人家跟阿波還有大毛 大毛 他的手上 他會生的苔藓 苔藓 他就像毛這樣 我們這裡以前的人 就給他做生毛手 那像四季當生青苔嗎 對對對 青苔 苔藓 看起來像生毛這樣 喔 所以說 你現在是當時 自己的家鄉 你也很了解 還有政策 那就是我再請教你 因為生起來 你也算在地 還要收入院長 是 你也算很少年有成 沒有 還在 還在學習 有成就感 有有有 有有很多心得 喔 這個農夫 這個做產 這個新婚 你也二十三歲 是 有交女朋友 我這樣 目前沒有 我回來 回來 這五年都沒有交女朋友 是怎樣 太沒用嗎 沒用是其次 自然因為時間是自己 吹出來 那就是 也比較不容易 怎麼說 一般 一般 女孩子的印象 刻板印象 就覺得 做生理要淨 淨 淨 很辛苦 每天要早出晚歸 每天都要做生理 也要做生理 人是大人 不一定這樣行 對吧 所以 這科板印象 其實這次農業 做生產 沒有說真的辛苦 因為很大的部分 都已經被機械取代了 是啊 不用說像以前 我們還要吃牛 我們還要用牛 捏殘 補充 我還要添殘 是啊 這樣 你有沒有跟那個女孩子說 你每天都可以吃 最新鮮的生菜沙拉 她說 她的外面也很多 哈哈哈哈 還不用擔 是啊 所以說 德意已經有一個感覺 我們做產人的身份 雖然是這麼漂白 還這麼年輕 不過找對最最 對風修化的歡樂 就對了 是啊 今天說話 這是不是這樣 無勤客 很勞動 其實買啦 買啦 所以你覺得 整個農業過程已經在發展 已經是由機械取代掉了 取代有 總經差不多一半 這樣喔 你還是不是在市場很早進行 它也不用 其實也可以跟外面 正常上班時 上下班時間 可以一樣 我們就八點開始做 還是九點開始出門做 中途也是十二點 睡眠到一點 會補充到一點 會補充到五點 這樣也是跟外面上班時間差不多 甚至比外面上班時間更多 我覺得年輕人做事也是朝九晚五 真的嗎 你說到兩次我就想去做看看 所以說不一定還在 那一般來 我以前我們阿祖也有政產 我還記得他們都差不多四五點吧 對啊 他們都很早下去 他們都五十五點 他們以前都掛順有沒有 對啊 我都兩三點就背起來 背起來這樣 背起來穿著 背起來穿著 吃一吃 然後去店舖 去店舖裡面 要湊順開始湊 要湊到晚上六七點 要不然到七八點回家 真的 我記得也不像是十五人沒用 十五人也是很早起來 十五人也是很忙 點心啦 茶水啦 掛到飯啦 一堆啦 也是沒用到晚上 其實那是以前的 刻板真的是刻板印象 這樣喔 留在我們人類的腦海裡 我覺得我做產很辛苦很辛苦 其實買啦買啦 買啦買啦 哈哈哈 所以說像你現在 也是說他做五年 可以說你什麼歲 大概大部分都經歷過啦 有有有 他說如果有年人 要回去準備說 各個世界前 你會跟他 跟他講真加油 對 一定要加油 因為我們台灣實際 因為很多老人 我們這裡外面也是有這個問題 都市裡面 報到我的餐也有這個問題 他們老人沒人家做 老人家沒人家做 年輕人還沒吃 沒吃的時候就放在那邊了 我們台灣是一個農業奇蹟王國 所以這真的是我們台灣的特色 不能去放棄 人家像沙漠 沙漠裡面可以種菜 人家種菜又很漂亮很好的 對啊 種植果 沙漠裡面也可以種植果 是呀是呀 那也是都科技的結果 是是是 很厲害 所以你覺得說其實 透過很適度的學科學的使用 以前不是像以前這樣做勞力的工作 對 對對對 如果有人說 我這樣好 我回來試試看 他有需要做什麼準備嗎 他要做的準備就是 嗯 他要去了解說他等於要做什麼 真正的生活 要面對什麼 是 嗯 可以先看你的日記啊 可以啊 可以在我的臉書搜尋一下就能找到 嗯嗯 看你每天怎麼種啊 怎麼賣啊 人和心都要把他帶回來 既然我們要回來的故鄉 要回來打拼 嗯 最重要就是我們產品的包裝 嗯嗯 我們要行銷 我們要行銷 自己 自己做一個品牌 嗯嗯 嗯嗯 這樣比較有機會 哦 而且我聽你說的都不覺得你是23歲的農夫 的政產 怎麼像 我聽你怎麼像我們阿公那輩子 這樣做很久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有了啦 有了啦 有了啦 沒有沒有 已經做很久的了 還有那個行銷的概念說 你不是一個人回來 你練心要走路回來 是喔 當然是這樣 我們年輕人就是要 有更多的想法 嗯嗯 你自己再來有想要做什麼會嗎 我目前我想要做我們這個 雖然穿生母手 嗯 剛才我來做一個農場 嗯 做一個農場裡面有棚子大 有棚子 嗯 還有種菜 還有吃一些雞子 嗯 吃一些鴨子 吃一些鴨子等等 嗯 吃到這裡一個 一個休閒的農業 的休閒農場 這樣 喔 你不是只說做這個 餐啦 再來要把它擴大 是 我說啦 要變休閒農場 還要了解更多 是啊 我這裡都有在學 我就是 我還有參加我們社區的 發展協會啊 啊 我們瑞泰休閒農業區啊 嗯嗯 我就是都有參加 嗯嗯 所以這些年輕人 你們如果返鄉 當年自己的 故鄉 你們要去參加你們 裡面的那個 社會啦 或是菜班啦 嗯嗯 都要去積極去參與 對對對 菜班是什麼 菜班就是 果菜蔬菜班 哦 對對對 它有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來這個地区喔 哦 我們這些 都要去參與 做一個班 嗯嗯 啊就是可以參與補助 可以對裡面參與補助 嗯 可以技術交流 哦 嗯嗯嗯 好啊我們今天的時間 我們感謝這個 德意才是有我們的訪問 好 好啊 感謝你 真的你替台灣的土地做 很多事情 好謝謝 謝謝敬賢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